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拼盘来开出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早上的9点02分 来到22448 那么最低点则是出现在下午的时候 来到22172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276点 现货的成交量今天只剩下了2861亿 几乎是创下了 今年1月31号以来的最低成交量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按表操课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PCE物价指数 结果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再加上英特尔股价大涨的带动之下 没有股市全面收红 台子也没有延续夜盘的走势 今天是以平盘来开出 那么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台子夜盘是小跌的情况 那么今天早上在平盘开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行情陷入一个霞浮震荡的格局 那么事实上 在整个上礼拜五台子 最后日K是收了一个十字线 代表整个场内观望气氛 十分的浓厚 那么今天是美国的劳动节假期 在外资退场高挂免战牌的情况之下 整个台北股市的波动率 再度的下滑 今天早上呢 从早上开盘之后往上激达 最后下沙的过程里面 其实只有前面这段行情比较大 其实从10点钟过后 就几乎是进入一个横盘整理的格局 大盘的成交量也出现急缩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 几乎都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休眠状态 很多人干脆就不看盘了 因为这个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操作空间 但是事实上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一个好的方法 你每天其实都有机会把行情骗钞票 那么像今天的行情开盘之后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想要当冲做得好 第一件事就是开盘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慌张 你只要能够在开盘的当下 了解到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盘式架构 这个时候当行情来的时候 自然你就会选择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 我们就来看到 早上老师怎么样来提醒投资朋友 在今天早上呢 9点04分 各位当大盘开盘短短的四分钟之内 老师透过台子前五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今天台子前五分钟只成交了2900口 是低于过去的五日均量3820一口 在现货的部分同样 第一分钟只成交了107亿 也是小于过去的五日均量123亿 那么呢当其现货成交量都萎缩的情况之下 波动力自然就会下滑 那么今天早上台子的涨幅是落后给现货 电子的涨幅是跟台子及金融相近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今天的架构 重点在下面 今天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攻击形态 要特别留意上方季线容易有技术性的拉回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早上9点04分在哪里 各位9点04分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今天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攻击形态 我相信你就不会和很多人一样 今天全部追高在这个位置 因为从9点钟现货开盘之后 行情就开始出现一波拉回 所以今天你只要跟着我一起进场操作 每天早上你都会在第一时间 收到老师的及时分析 是不是你不用看盘 就能够快速精准掌握今天的盘式架构 就不会跟着行情来追高杀低 那么今天早上其实从开盘 到9点钟这15分钟之内 这一段有100点以上的行情 那么这100点如果有方法 你是不是想要进来赚 当然能够赚到这一段 就有机会能够在开盘的当下 快速的赚到第一桶金 那么怎么样掌握到开盘之后的 这一波涨势呢 各位有方法的 你只要了解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主力的多空动向 就有机会能够赢在起跑点 怎么样知道主力开盘做多做空 绝对不是用猜的 可以用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看到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 22298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 我们把实际的开盘价 跟预估价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判断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的截图 今天呢是9月2号 光速指标预估开盘价2298 实际的开盘是22318 当实际的开盘价 高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多单是大于空单 为什么呢 因为多单大于空单 才会把整个开盘价往上给拉高 而且呢 这开盘当下的多单 大部分都是属于法人跟大户 因为呢 所有啊 这一般在操作的投资朋友 几乎都要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技术指标 看一下价量变化 才来决定自己的操作 只有主力法人跟大户 会在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进场建立部位 所以透过这样简单的逻辑 我们就能够判断的出来 今天早上一开盘 主力是站在多方 我们来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是在早上的8点38分 所以各位 如果能够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得到老师的预估开盘价 是不是一开盘 你就能够掌握主力是偏多操作 那么呢 这时候我们第一笔单 就跟着主力来进场做多 早上在8点45分一开盘 22318跟着进场做多 那么除了这笔之外呢 同时也来到了我们多方加速点 所以我们还有一笔加码单在哪里 各位在这里 在8点55分 22360的地方进场做多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今天老师是一个取巧的分析师 我绝对不可能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 连续进两笔多单 因为呢 这个时候呢 除非我有非常大的把握 不然呢 我可能在这里做多 然后在这里放空 那跟一般的股票老师带期货一样 做多赚钱就讲第一笔 做空赚钱就讲第二笔 这是一种取巧的方式 那么老师 从头到尾都是按照我的专业 按照我的指标来带领会员朋友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短短10分钟内 出现两笔多单讯号 那么呢 今天在9点开始行情反转 这笔多单 如果没有平仓在这个适当的位置啊 是不是你就会赚钱便赔钱 所以呢 不用担心 那么早上开盘之前呢 这条线是我们系统所计算出来 今天的压力点 这个点位呢 就是在22425 在早上9点01分来到 今天只要在8点45分 22318 8点55分 22360 连续跟着我的指标进场做多 短短的15分钟 各位投资朋友 这边就有超过100点价差的空间 那么既然这里是盘前所预告的转折点 反手做空下来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就空在今天的一个相对高点 那么呢 当行情拉回的过程里面 老师曾经跟大家讲 要找到这个在几点的过程里面 找到关键的转折点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价差的变化 那么前面 大概正价差都是在10点到20点之间 唯一一次逆价差瞬间扩大 出现在哪里 各位出现在这里 逆价差来到-60.33 各位投资朋友 什么叫做正价差 大盘比较低 台子比较高 叫正价差 如果两个一起往下杀的过程里面 大盘已经止跌 台子还在杀 变成逆价差 而且是瞬间扩大 这时候是不是表示 台子期有超跌的现象 既然有超跌 就可能反弹 所以呢 从前面正价差10点到20点 到这里忽然出现-60 表示这里台子比大盘 多跌了80点的空间 当然呢 我们就不会放过这个反弹 做多的机会 我们今天在10点03分 22225的地方进场做多 各位投资朋友 从前面盘前所预告的压力点 到这个啊 出现反弹契机的点位 总共一口单 有高达200点的空间 反手做多上去 这里呢 也有54点价差的机会 那么尾盘啊 开始出现一个盘叠的走势 好巧不巧 刚好又来到我们盘前 所预告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红色的这条线 这个转折点的位置是在 22175 各位投资朋友 1点17分来到 今天呢 在这里做多上去 又赚到了最后一趟 有68点的机会 所以今天你只要跟着我操作 总共有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进场获利的机会 所以呢 不管行情是涨是跌 是多是空 我说过 只要能够掌握到 当天的盘式结构 搭配老师的当冲指标 你每天其实都有机会 把行情变钞票 不管做多做空啊 全部都不是靠着 自己的盘感来操作 每天呢 进场有所本 你的胜率 就会比别人来的更高 我们来看到 今天早上会员收到的简讯 首天8点45分 9月起始开盘价附近 直接试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束指标 我们的光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 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 大家天天都想知道 主力法人大户 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当冲 你知道一开盘 主力是做多做空 是不是你的胜算 就比别人来的更高 是不是你就有机会 能够赢在起跑点 我们再来看到 在8点55分 9月起始目前 22360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不管是光束指标 还是智能指标 虽然计算的方法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是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找到盘中漂亮的切入点位 而且我们所有的点位 都是看得到也做得到 没有什么正负10点 或是正负20点 这种进场模糊的couching 我们再来看到 早上8点39分 台子期开盘之前 盘前推算 今天的压力是22425 今天的支撑是22175 那么另外呢 可以看到10点03分 9月7日目前 2225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旗子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一定 掌握阴眼 掌握关键 我们的阴眼预判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在开盘之前 就事前预告 而不是盘中急急忙忙的 叫你进场挂单 所以你绝对可以守株待兔 那么第二个 你不需要装任何的软体 所有的计算过程里面 都在老师这边完成 计算完之后 老师会透过手机简讯的方式 发送给你 走到哪里 都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资讯 而不是啊 叫你一直坐在电脑前面 来盯着萤幕看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 在所有的支撑跟转折里面 老师会帮大家挑选出一道 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 的确你没听错 就是指给你一道压力 跟一道支撑 而不是给你很多道的转折点 让你自己去猜猜看 去连连看 那么呢 经过老师的挑选之后 你是不是就能够集中火力 这才是对你来讲 最有用的资讯 甚至呢 除了盘前给你一道 最关键的转折之外 假设盘中有出现 价差剧烈的变化 还有更多切入的机会 老师也会适时的 来提醒投资朋友 所以呢 今天只要跟着老师进场 不管是开盘之后的方向 盘中高低转折点 你几乎都能够 比别人掌握更多的机会 用成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成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恶复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 永成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成国际头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除了早上在9点05分左右 给了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看盘关键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结论的部分 今天的盘面结构 显示并不是 多方控盘的攻击形态 挑战季线的难度高 不过月线开始翻扬 多方占有技术面的优势 指数今天下跌的空间 也是有限 如果盘面结构不变的话 留意几涨之后的拉回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在 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 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掌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的去 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如果你只是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对操作来讲 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想要当一个好的操盘手 想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 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 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只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资讯 不管是想做多还是想风风 只要了解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美国股市 现在道琼已经悄悄的创下了新高 整个技术面也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 所以道琼指数 目前技术面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势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在S&P500的部分 原本在这里都是属于一个 做头的形态 经过两天的反弹之后 感觉起来还是有机会 来向上挑战高点 更重要的一点是 月线跟道琼一样 它都开始出现一个翻扬的形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NASDAQ指数相对就比较弱势 在前两天 它刚好回到月线的附近 守住月线之后再次反弹 看能不能够正式的来突破季线 不过整体的走势看来看 这个NASDAQ指数相对是比较弱势 但是它整个技术面 还有它的位阶跟我们台北股市 其实是类似比较大 我们就看到 是不是同样都是反弹到1.2的位置 就开始进入横盘 不过同样的月线 整个台股也开始出现翻扬的情况 不过今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整个成交量只有2861亿 这是创下1月30号以来的最低量 所以当出现这种窒息量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老师绝对不是狼来了 想念讲三次一定会中 因为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小 应该是说从大概 这8个月来的最低成交量 既然出现这么样的低量 它有它的背景 外资退场也有关系 可是只要出现这种窒息量 就要特别小心 隔天很容易出现跳空的走势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子的部分 现在月线21883 大家要记得 这是在下档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那么上面的压力呢 最重要的压力点 就是在8月20号的高点 22521 所以哪个地方被正式突破 就容易出现走单边的行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未平昌量的部分 未平昌量这几天从79788 来到上礼拜五82251 那么各位今天霞幅震荡 大盘出现极度量缩的情况之下 我们猜猜看 未平昌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呢 一般来讲正常的情况之下 大盘量缩台子成交量 跟未平昌量也会跟着减少 可是今天盘后 未平昌量却是增加来到84141 这是近期的一个相当高的一个位阶 所以呢 这就表示啊 千万要小心风雨欲来啊 在现在虽然整个高低区间很窄 但是未平昌量却是连续两天的增加 表示呢 很多人就开始做一个流昌的动作 看涨的也好 看空的也罢 重点是大家留在场内 整个期货筹码的动能 比过去还要来的更加充沛 这时候呢 搭配大盘出现窒息量 其实很容易出现突破的走势 那么究竟是往上还是往下呢 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就像呢 每天早上大家一开盘 都很紧张到底该怎么做 但是事实上 你只要用对方法 每天按表操课 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让时间回到早上8点45分 各位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你用老师的方法 一开盘 你知道今天主力是偏多对不对 所以第一笔单 我们就是在开盘价22318做多 当它来到我们的多方加速点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再加码做多一笔 那么呢 上面这个高点 我们红色的虚线 是在开盘之前 系统就已经告诉你 这是今天的关键转折点 所以呢 所有的一切 在前面15分钟打完收工 你已经有两次获利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放空下来到这里 出现逆价差 瞬间扩大 同样的 这是今天 好漂亮的一个进场的切入点 所以呢 我们一样没有放过 10点03分 2225进场做多 那么呢 从这个压力点 到这个逆价差 瞬间扩大的点位 这一段下来 一口单就有200点的价差 而这里做多上去 也有54点的机会 甚至到尾盘啊 盘面上又给我们是好的进场机会 这个地方刚好就是我们开盘前所唯一预告的一个支撑点 在22175 反手做多 上去啊 又有多少 52点的空间 所以今天跟着我操作 你不仅仅是好法无伤 而且五次进场 五次都能够顺利达标 就算用两口台子来做当冲 我们用最少的获利点数 这边200点 我们不要 我们算35点就好 基本获利点数 总共五次进场 两口台子当中 你至少就有500多点的价差 所以呢 行情虽然很胶着 但是只要你有工具 有方法 你跟对老师 你每天都有很多进场获利的机会 那么呢 现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是先有利多股价才会涨 还是股价涨了 大家才在找利多 这些都不重要 反正有鸡我们就吃鸡 有蛋我们就吃蛋 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华硕啊 在盘前有利多 什么利多 他公布了第二句 在全台湾的市占率 不管是桌机还是笔电 都是全台湾的第一名 那么出现利多之后 通常股价会开高 这时候投资朋友 我们到底该不该进场来追高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算你进场之后 行情今天走的也是 怎么样 摇摇晃晃 并没有强势上涨 这中场的涨幅也是有限的 这时候你做股票 你很担心啊 看到利多进场之后 行情开始出现下滑 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老师提供给大家一个方法 如何去追强势股 不怕拉回 而且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获利 给最大化 这时候你可以用老师的独门方法 就是买强空弱 今天呢 你可以大胆的去追强势股 但是另外一方面 老师会替大家找出一个 相对类型的股票的弱势股 来做个搭配 因为呢在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的情况之下 如果即使是拉回 强势股也会比较有撑 反而弱势股回挡的机会 也会比较大 所以买强空弱啊 不仅仅是可以让你追强势股 下方也会有一个保险的动作 今天我们的对手所找的标的 就是什么 中光电 今天开盘之后 就是一个缓步下跌的情况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透过个股期的方式啊 我们来操作 从今天早上开盘之后 其实短短直到11点17分 我们就已经获利达标了3% 这3%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各位就是一根涨停板 今天你单方面去做华硕 你绝对赚不到涨停板 但是你透过个股期的方式 买强空弱 我们来看到 今天做多一口华硕的个股期 放空7口中光电 总共需要的保证金是 29万8千块左右 也就是做一套 那么呢我们来看到 做多的部分 我们是赚了2万8 做空的部分是赚了4200 那么加起来之后 除以今天的保证金啊 我们是不是就赚了10% 10%是不是就一根涨停板 所以呢预电强势股 大家不要紧张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进场 但是相对的你要找到一个 适合搭配的弱势股 来做个放空的动作 这个时候你也不用担心 强势股拉回 因为就算拉回 弱势股会拉回的更深 所以用这种买强空落的方式 你不用等到收盘 你天天几乎都有涨停板的机会 所以各位 你今天早上呢在9点01分 你只要跟着我进场 你会收到这样的抠讯 我会告诉你呢 在哪个价格 比如说543 543块 做多一口 在这里呢 80.3块做空7口 只要看得懂中文 按表操课 你每天都有赚涨停板的机会 个股期到底有什么优势 很简单 它的保证金啊 资金成本只要现货的1分之1不到 交易成本甚至只有1分之1 所以呢交易成本也是很低的 也不用担心除全息 大家可以多空双向灵活操作 机会其实就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有工具有方法的人 觉得每天啊 一开盘都充满了机会 到处都是新鲜的空气 但如果投资朋友 你常常觉得呼吸困难 觉得空气怎么这么稀薄 每天都心惊胆跳 那就表示 你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没有找到值得你信赖的老师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有新的选择 想要当一家 就要找专家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Mai 八分之人 最后老师 是一半 三分之人 两分之人 纯豹 新闻 二